林乙莲重新申请权势国民金曲《我最亲爱的》,依次一句让全场都飙泪。 一连的声音,在歌坛上是出了名的细腻于高昂,从十几岁就出道的他,到现在已经推出了非常多手快智人口的歌曲,这些亮丽的成绩,让他在华语乐坛奠定了自己的地位。 而他声音最大的特色,就是那细腻的嗓音,高音时很有张力又激茫的情感表达,非常的有他自己的个人风格。 日前他为了在这个音乐节目歌手里面,给大家听到他也能够对歌曲有不同以往的演绎能力,于是就改了他原本都选小众歌曲的路线,特意的选了一首张会妹的《我最亲爱的》,他希望能够极有不一样的编曲,让这首歌在经过他重新宣誓之后, 给听众带来个新的感受。 在节目表演当晚,连以连穿着优雅又美丽的黑裙现身,用他极富情感,又牵动人心,时而细腻时而激茫的连式场枪,不止让现场的听众听了都感动不已,连他自己都唱到眼眶泛泪,这种强大的舞台魅力, 赢得了许多观众的掌声,可以看见林毅连在彩排的时候,也是非常认真地想把这首歌诠释好。 这首歌的选招,也突破了他自己以往的选曲风格。 当他一唱到副歌的时候,现场就已经有听众感动的落下泪来,最后快结尾的时候,连他自己也忍不住眼眶泛泪了呢。 影片连结 影片来源 ioutube share youtube为新闻编辑整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